男人为什么不主动找你,大概原因是这五点 一般男生在追求一个人的时候,大多数都是主动的 比方经常打电话,嘘寒问暖,或者接你下班,这都是爱你的表现 那么如果说他不主动找你了,肯定是有原因,大概就是因为这五点 一,有可能是女生比较作,然后总是一味的无理取闹 男方接受多了就感觉烦了,这时候他就会认真考虑你们的关系 所以他不会主动去找你,而是让双方多冷静一下 二,要么他明白,觉得你想要的不是爱情,只是找个人对他好而已 所以他不会一直付出没有回报的追求一个人女人 对他来说还不如好好赚钱,有了钱就会有更多的女人投怀送抱 这种男人一般心思都比较缜密,不愿付出的男人不要也罢 三,也许是对方想故意冷落你,这是一般是职场老时机 他们都喜欢采用一贯的欲情故重的办法 让你捉摸不定,然后对他死心塌地 遇到这种男人,女生要小心了,不要被他的手段蒙蔽 四,最真实的,有可能那段时间他真的是在忙 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,给你一个稳定的生活 这时候女生要适度的联系,不要给对方造成太多的困扰 我相信只要他忙完会主动找你,双方之间也要有自由和空间 五,心里很爱你,但是他不确定你对他的感觉 所以不知道是该主动还是保持距离,是让他很难做出选择 如果你遇到一个对自己有感觉,自己还感觉良好的 不妨多给对方一个暗示,这样子也会让他有安全感 然后更加确定对你的心意